大家好,那歡迎收看這次的當然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呢我們來介紹3A變形金剛裡面的小通靈這一隻喔 那之前呢我買過了 好像是,我忘了他的名字,King Logic還是哪一家 反正就是香港那個專門支付Q版的那一家喔 我之前也有開箱,但是我並沒有 記住他的名字,這個就真的 是不好意思,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家的這隻角色喔 那這隻角色呢,是那一家的,你可以比較一下大小 主要讓大家看一下大小的,當然 金額跟外觀上也有差,也有差別,不是很差喔 主要的是香港那個角色呢,他是做成 有一點Q版比例,雖然這隻已經算是Q版了,可是你從 3A做的跟他們比較,你還是可以發現就是有一些 比例上的差異 然後再來呢就是顏色有非常大的 大的差異喔,那之前有批評過這一隻啦,因為他顏色跟官圖差太多 那再來呢可以看到大小,差不多差了一倍,然後當然價格也差了一倍左右 好,再來看這家說明書 好,我覺得說明書上面的顏色呢,其實是比較符合電影上面看到的 就是,稍微藍一點點 那實體收到呢,其實有一點點偏 偏暖色系 那但是放背面呢,又還蠻像他現在實體的 好,所以還蠻怪的 好,可能拍攝燈光的關係喔 好,那我覺得電影看到應該比較像正面這個 帶一點點偏藍色系 然後 這個就是太卡通,然後太,太藍了 好,這是我個人的覺得 但是 但是 畢竟比較小隻嘛 把玩上當然還是不錯 然後還蠻可愛的 那細節呢 當然是3A完勝 畢竟 除了舊畫之外 他還有非常多的細節跟質感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細節跟這樣 旁邊那隻我就先放到旁邊去了 好,首先呢 舊畫跟塗裝一直是3A的強項 所以你可以看到細節處理的很好 那這個帽子可以掀下來 那 當然他塗了很像金屬,他並不是金屬 唯一可惜的地方是 我覺得帽子一直都沒有一個 非常準確的卡榫點 他也沒有 卡榫可以卡住 所以他蓋上去呢 就 就鬆鬆的 好,這是我覺得 這一隻裡面 最可惜的一個 一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不管怎麼轉 他都 都有 鬆鬆的地方 雖然 雖然帶上去不管在哪裡都不會覺得怪怪 可是他沒有一個 正確的卡榫點 好,這是我覺得 3A這個 在設計上 比較怪的一個地方 好,不然他應該用個磁鐵讓他洗主 再來這隻幾乎沒有配件 好,他附了 手把 那這個 AutoBite的手把呢 他就附了兩組 一組就是有煞車的 這個煞車按下去的 一個就是 開的,所以從這邊可以比較一下 這兩組的一個 一個差異 你可以決定你要按煞車還是不按煞車 就只是 這樣子而已 好,然後這邊有個後照鏡 好,那 看完整體之後呢 我們稍微拖一點點 來看一下 整隻的質感 其實我覺得整隻質感真的 處理得非常好 好,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看 其他的細節 然後把它翻開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現在 並沒有電池 比較可惜的是3A竟然用很冷門的電池 然後AG13 我 身上沒有 好,那 所以呢 沒辦法開燈讓大家看 那可是眼睛的細節其實處理得很好 包含這個玻璃 破掉的感覺 然後在上面 頭骨是裝電池的地方 然後轉到 背面來這邊 好,還是有 非常多的 細節 然後再來 比較特別的是 他蠻多地方都可以動 好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去把玩 他可動的零件並不代表就是 他的關節 可是 還蠻多有地方是可以動的 然後上面的齒輪跟細緻度 其實都處理得 非常的細 然後頭是一個球型關節 好 你是 可以彎弄他 好 所以你可以靠這邊 一個球型 關節 嚴格上兩個 好 就是一個關節連接 然後頭跟脖子的地方 好 所以脖子是用一條 類似長的球型關節黏住 那盔甲呢 基本上盔甲是 沒有可以動的 然後手呢 好 機車手把 對不對 當然不能變形 好 這先講一下 大家都想要變形金剛就會問說 可不可以變形 好 然後可以轉 然後手呢 這邊也是一個球型關節 好 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不小心東西掉了 好 那你就可以 做轉動 所以手的基本上 轉動都是可以轉的 然後上面的舊化 跟細節 那不曉得大家是不是覺得跟我一樣 就是覺得他的顏色跟電影比起來 電影好像稍微 藍色一點點 然後這個稍微偏膚色 那後面的背包 的零件都是 獨立的 所以他附在上面自己裝進去 然後用橡皮筋綁起來 好大概就是 這樣子 所以背包呢 你可以 拆下來 拆下來 你也可以看到後面有 滿滿的細節 這是 3A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在機器人很強的地方 好 這邊這一片是軟的 然後 拆下來 後面這邊其實還有寫 3A 好 只是正面看不到 把 Logo隱藏在背面上 好 背包不是真的皮革 雖然 看起來有點像 塑膠椅墊 的那種感覺 但 並不是像那種塑膠椅墊是 是軟的喔 那這隻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他的 腳了 他的腳呢 基本上是不能 不能動的 好 這邊有一個像斧頭 是他的 腳 然後再來呢 由於 在 電影裡面是機車嘛 他自己會平衡 可是實際上呢 做成玩具他不能平衡 他會倒 所以他特別做了一個支架 在排氣管這邊有一個支架可以 開出來 好讓你 支撐住 然後是 是不會倒的 好這個設計還不錯 至少比 就是香港那個品牌他做了一個透明的支架還蠻明顯的 比較 好看多了喔 所以這個 是他在細節上的 優化 然後輪胎是真的可以轉 然後再來輪胎的 舊化你可以看得到 處理得很好 然後上面這邊真的就是有點像 老舊機車沾滿的機油 然後肉油 非常嚴重的感覺 好 所以我覺得整支的 細節都是處理得很棒 算是一個 完美之助 而且這支當初呢 大家都定主角 就是 柯伯文跟大黃蜂 好幾乎沒有人定他喔 那還蠻可惜的 我覺得這支其實 非常的經典 好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全身的轉轉熱 最後呢我們來看全身的轉轉熱 這支不論舊化質感 跟完整度 和細節都非常的棒喔 不愧是3A喔 每次 出來的東西都讓人家非常的驚豔 而且他的 金屬質感其實 就是在生鏽裡面還帶有一點點光澤 不會像之前 最早期的大黃蜂其實還蠻塑膠的啦 好 雖然 質感做得不錯喔 然後再來的 柯伯文 也都處理得不錯 然後再來 包含壞人 好人 他的舊化質感其實 效果還不錯 可是他都比較偏消光 就是幾乎看不到光澤 那這支除了加了生鏽之外 你還可以看到他還有一些光澤的存在 那這是這一支跟其他支有一點點差異的地方 那非常推薦給大家 尤其是喜歡變形金剛 或是喜歡機器人的角色 那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大黃玩具開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黃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也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3DRAW 的 變形金剛小 小靈通吧 他名字其實還蠻落舌的 那 再來就是期待柯伯文跟大黃蜂的發售 那謝謝大家這次的觀賞 那覺得不錯的話就幫我多多分享囉 那覺得不錯的話就幫我多多分享囉 都能比下 好 謝謝大家 這隻的 很小小的頭 可以萬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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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 一些針紛的兩者